歡迎回來四星新聞的現場 我們繼續來看是 蔡英文和鄧民文的這期後晚會 在5月正式行列 雖然說天氣沒有公開溫定 不過留意參選人鄧民文在那一趟早 但沒有在多好參與的車隊 來掃個拜託 在後晚會的行列台會的現場 已經是擁立 將近一千名的民眾來列聽 在今宿的鄧民文大力協助 順利進出的本期 由您本地改變成功的中和參與 立地孫是特別到達成 以身比嘉賓的新婚憲心 為鄧民文來猶票 讓民眾的氣氛上當的溫馨感激 雖然天氣沒有穩定 下去問問啊好 不過民進黨三國六位參選人鄧民文 在共和一套術 由外是親自帶領的團隊騎上三團車 他們就在各鄉的大街秀行來掃個拜票 將近兩點鐘的拜票行程在沿途 是受到外交民眾熱情的歡迎加油 今天議員在兩天的候補出頭前 昨英文鄧民文在這次後晚會 新任台會的現場 已經是擁進將近一千名的民眾 黨議官長在法官 曾在這次鄉長 翁昆宏 和黨議自身在這兒的民意代表 沒有在座好站台的天台民文 統合農委會沒有照顧農民 從農委開始拍過 煩農 風俗更過 拍到落落的長 已經收了三百多頓了 我們在這兒說 在這兒農委也收了幾十頓了 所以他說 他說沒有兩塊的氣氛 沒有兩塊的氣氛 為什麼已經收了三百多頓了 所以這根本就是 這個中央政府沒有這任 我們管政府是誰 嘴上去趕著 去做收工 所以他的公文到時候來 都已經收工三天 他公文才來 說這樣好 雅兄對白 說不然這樣好 我現在要來專業來補助 我們已經收工幾個天才來說這個 騎台的後晚會幹部 泡會民內 批評中央的農業政策 但民文竟是以憲任立委的新聞 來細算自己在立法院 為港議農民進出款 他們的打拼過程 希望可以進出到三民的進度 民黨 在他們的政策 決定三百十六塊 決定三百十六塊 是真正很嚴重的 三天一百的 再加一個銀貨十塊 再加一個銀貨五塊 再加一個銀貨一塊 這樣就三百十六塊 那個時候 聽到三百十六塊 所有的農民大翻大就對了 所以現在他們叫民調算水降下來 最後他也是最後 這樣戰不掉了 加強的農民 還對白 還對民進黨的這個主張 但是問題要跟大家報告 不管國民黨是三百十六塊 那些是多少錢 但是民進黨一塊的主張 就是照顧農民 就是希望台灣是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 在新的台北現場境 來一位新比嘉賓 他是對本級有六三的中和參選 立體審 因為過去 社會黨民運的大力協助 正在任本地改變 這麼順利 讓勒經大會的本級有老家中心 他們做特別憲心就來 對黨民運來表達感謝 讓我們本級有重點 改完成 我們 我們一做館長 一做任務的時候 為我們打拼 為我們道長 是一個可愛 尊敬的委員 第三者擁有現任立委的優勢 不過面對著擁有全國地名都的對手 但民文不夠麻煩 一保一家人在各兄弟 來勝利後完會 要用情節和生意和生命 來擲甘情 進出大家的支持 西新新聞 中右邊王小山 體驗兄 蔡鳳報道